防疫旅館确诊连环报 既柬埔寨返台的近晚移入个案案16859 自主健康管理第二天确诊 经回溯裁检又验出隔壁房的阳性个案案16870 但调诡的是案16870早在12月6号就出现症状 第一时间却没有通报筛检 我们的SOP应该是一流症状就要裁检 不管他之前做过几次PCR阴性 我们早就提醒注意检疫旅館破口 不要承诺福特翻版 这个部分后面需要赶快补强相关的措施 否则我们的春节很难安宁 明明有症状却还略过布塞是否有疏失 仍需要后续厘清 但防疫旅馆接连验出确诊个案 又刚好救助隔壁 推敲可能的传播途径 医师这样说 假如在监视系统没有看到两个人 直接接触的一个相关证据 那一般来讲就是管务人员可能在送餐的过程 或者是在相关拿备品的过程 它可能造成的一些污染 空调配置系统的这一些相关的住民 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就有可能会因为 借由这个空调系统而造成传染 是不是旅馆内的交叉感染 还得带关键性证据经定序出炉 唯独疫情精准疫调不可少 布局疫苗采购也相当重要 就像明年我们买了2000万的莫德纳疫苗 那个一定会消费一堆的 我们2300万 然后2000万剂宁可消费 不要让有需要的人没打到 宁愿打不完也不要没得打 疫情长期抗战 从一线防疫旅速到国人疫苗施打 都要面面俱到 欢迎讯闻江博伟 黄佩涵 台北报道 台北报道